量子计算机呢 它是利用量子力学的原理 量子力学呢 它可以允许一个物体 同时处于多种状态 那么比如说联合一同时存在 它可以做一个原理上的 叫做变形计算 就是很多个任务呢 可以一起来把它完成 因此呢 它就有了这样一种 超越界点计算机的 这样一个计算能力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量子计算里面 第一个里程碑性的目标呢 就是要来展示量子计算的优越性 我们在这个高斯波的采样 这个实验当中呢 构建了一个量子计算的原型机 可以比目前最快的超算呢 能够快10的14次方倍 就相当于我这里算一分钟的东西呢 用复月号拿来算的话呢 要算一亿年 它才能把这个事情呢 给算完 这就是叫做量子优越性 就是我总算可以演示某功能 比传统的超级计算机算得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去寻找 各种各样的应用 希望能够通过呢 15年到20年的努力呢 能够研制出呢 通用的量子计算机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来解决呢 很多非常广泛的问题了 比如包括密码分析啊 气象预报啊 药物设计啊 然后来探索物理学或者化学 生物学里面的一些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它是非常有意义 我认为它是非常不养 ending 这是如此的